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伊朗在叙利亚首都的大使馆4月1号遭遇空袭 整栋大楼瞬间被移为平地 造成至少是三人死亡 包括7名伊朗的军事高级指挥官 袭击发生之后 伊朗把矛头指向了以色列 认定是以色列发动了这场空袭 而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依和总统莱西明 更誓言要以牙还牙报复以色列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 伊朗很可能会在来临的星期二和星期三之前出手 向以色列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空袭 在伊朗放话决心要报复之后 一股恐怖的气氛瞬间笼罩美国和以色列 两国的军队在这几天都绷紧了神经 处于高度戒备的状态 另外有消息指出 由于担心伊朗报复 以色列在4月5号一口气临时关闭了 全球28所驻外大使馆 并疏散了世界各地的大使馆人员 同时敦促他们不要参加公开活动 此外 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也在社交媒体发文 安抚民心 他强调 负责国土安全的后方司令 所发出的指引没有改变 民众没有必要在这个时候去抢购发电机 囤积食物或到提款机去提取现金等等 不过以色列国防军安抚民心的话似乎发挥不了作用 因为经历了去年10月份哈马斯大规模袭击之后 以色列民众至今依然心有余悸 他们担心再度遇上突袭事件 所以纷纷前往超市抢购必需品 有连锁超市就表示 当地近期的日常用品收音机发电机的采工量有增加的趋势 一些连锁电的矿泉水销量增长了300% 还有商店表示 他们补再多的发电机都不够 因为一下就被人买光了 大家都担心导弹击中电力网络而导致停电 无论如何 以色列空袭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的这件事 已经点燃了伊朗人的怒火 上半人走上街头抗议示威 要以色列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 从高空俯瞰 黑压压的人群积满了整个街道 在这棺材的车子缓慢前行 成千上万的伊朗人昨天聚集在伊斯法汉 送不幸在空袭事件中丧生的高级指挥官最后一程 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在桑里上致辞时 严厉谴责以色列炸毁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 并扬言伊朗肯定会在这件事上报仇 为死者讨回公道 另一方面 在伊朗首都德黑兰 上万名伊朗民众在星期五走上街头 举行游行示威 抗议以色列空袭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 以及在加沙地带发动战争 示威者首举伊朗和巴勒斯坦旗制 以及谴责以色列和美国的标语 现场也展示了七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的遗照 示威者情绪高昂 镜头转到以色列境内 在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周围 在伊朗放话要对以色列展开报复后 当地警方加强助手 不管是清真寺的入口处 还是人头传动的市集 都可以看到全副武装的警察站岗 确保一切安全